他从一阶下囚逆袭到一国总统 只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刚一上任 就直接以极为强硬的态度 拒绝了美国的驻军要求 把老美给气得不轻 差点就因此打了起来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老美到最后也没能把他怎么样 那么作为一个小国家的领导人 他为何有底气能与美国对抗 又为何能成为集国的总统呢 点个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2年10月 美国以及蒙约国借此反恐之名 想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军事基地 但总统扎帕罗夫说 我们已经有了俄军的军事基地 不需要美国的基地了 要知道扎帕罗夫是有颜色革命的背景 为何他还要拒绝美国的要求呢 此话一出 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 这位来自小国家的政坛新人 要知道在过去的15年里 吉尔吉斯斯坦已经换了5个总统和20个总理 是整个亚洲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 这个国家每天不是在革命 就是在驱往革命的路上 真是让国民不省心 但这个国家的政变很少受外界干预 基本的动乱革命都是国家内部产生的 这是因为吉国有着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 并且南北两方互相看对方不顺眼 尤其是在领导人层次上 总统和总理必须是一南一北 否则整个国家就更乱了 政府连自己都管理不好自己 更别说管理人民了 这正好给了美俄这样大国的可乘之计 阿富汗战争时 美国就租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 用来充当美军的后勤基地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让美国感受到了小国领土的重要性 如果能把军事基地遍布在各个小国家 那么这将极大的增加了美国军事力量的威胁 2005年 吉国在老美的影响下发动了郁金香革命 把时任总统阿卡耶夫赶下了台 巴基耶夫随后执掌了国家 老美觉得颜色革命成功了 那自己就有机会可以让吉国变成自己的后花园 但想象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由于吉国南北双方互相掐的非常厉害 有老美扶持的人根本掌握不了整个国家的统治权 这就导致老美无法顺利的驻扎军事基地 这就像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但在拉拢人心这方面 俄罗斯是有天然的优势 因为早在苏联时代 吉国是依靠俄罗斯的经济体制活下来的 俄罗斯才是这个国家背后的老板 自从吉国独立之后 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大幅下降 不说其他的 单就是吉国在冬天生活就比较艰难 因为他们连冬天取暖的天然气都付不起 全靠俄罗斯赠送的天然气来过日子 只要干热大地不开心 不给你输送天然气 吉国的人民不都得冻死 此外俄罗斯每年还会免费给吉国几亿元 用于扶持经济 吉国就相当于被俄罗斯养活着 并且吉国每一届总统上任时 都会第一时间给俄罗斯总统打电话 这样的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与美国在一起的 曾强硬拒绝美国驻军的要求 它是如何从街头商人成为了一名政治家呢 1968年扎帕罗夫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 在伊克湖州 他们家族是标准的吉尔吉斯牧民 苏联还未解体时 扎帕罗夫就在吉国上学 作为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 他享受着苏联的扶持政策 只要好好学习 未来一定不会差 但扎帕罗夫似乎对学习不怎么感兴趣 反而对体育特别痴迷 于是他考入了弗龙之体育大学 毕业后他选择了参军 并且成为了一名基层军官 本来作为牧民的扎帕罗夫 能成为一名军官 对他来说是十分满足的 可惜在1991年 苏联发生了解体 这让扎帕罗夫的生活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为他无法享受到 苏联给自己带来的红利 但这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个赚钱的机会 在当时 只要是在苏联当军官的 都可以把权力转化为金钱 于是扎帕罗夫迅速向商界进军 很快便成为了集国有名的商人 一直到2005年 集国发生了玉金香革命 在这场街头运动中 扎帕罗夫也参加了 并且成为了领头羊 由于扎帕罗夫在这场运动中非常积极 他很快便被总统提拔为了国会议员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2008年 集国的腐败程度已经在全球闻名 成为了亚洲最腐败的国家 为了扭转集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扎帕罗夫成立了反腐组织 当时集国的电力无法自我保障 集国本来也有煤矿 但是被国家给卖了出去 无奈 国家只能拨款火电厂 让他们用钱去其他国家买高价煤 但火电厂的报价 却是实际价格的一倍 中间的差价都被领导给拿走了 这也就到了国内电力行业成为了一个死循环 把国家的经济体制拉了一个大口子 2010年 集国内部再次发生了颜色革命 外长奥通巴耶娃成为了代总统 而扎帕罗夫再次晋升职位 成为了法律委员会主任 他强硬拒绝美国驻军的要求 老美却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从一个阶下球到总统 扎帕罗夫是如何逆袭成为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总统呢 2012年 集国内有名的金矿要变成国有化了 一些工人就开始了示威游行 而扎帕罗夫就在其中 并坚定的支持金矿国有化 但是不知怎么回事 游行变成了暴乱 于是时任集国总统的阿坦巴耶夫 便下令驱赶人群 并抓捕领头者 由于当时扎帕罗夫在人群中非常出彩 自然而然的就变成了头号统计犯 这让扎帕罗夫不得不逃往土耳其进行躲避 这一躲就是四年 2017年 扎帕罗夫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 应该不会追究自己的责任 于是他就回到了吉国 但没想到 刚下飞机就被警察逮捕了 并判决了扎帕罗夫11年的有期徒刑 2020年 吉国再次发生了动乱 有反动派带头把时任总统热恩别克夫赶下了台 并且反动派里面还有扎帕罗夫的支持者 于是扎帕罗夫很快被自己的支持者给解救了出去 并直接送到的国会成为了吉国的总统 短短一个星期 扎帕罗夫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 从街下球成为了国家的总统 这种经历可能只有在小说中能看到 扎帕罗夫一上台便立马联系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表明了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 于是普京就宣布 吉国的事情吉国人自己解决 这就是变相在支持扎帕罗夫 很快在普京的影响下 扎帕罗夫和背后的势力基本稳住了吉国的政局 也开始了国家内的大力改革 他看到国家火电厂效益太差 便主张用水电和风电 但有这种想法却没有这种技术 这时候扎帕罗夫便向中国救援 希望中国能给投资建造能源厂 我国一向与外国交好 于是便援助了吉国建造风力发电厂 一直到现在 我国依然与吉国在加强合作关系 共同发展国家利益 2021年老美再次向吉国政府申请驻军 扎帕罗夫丝毫不带犹豫地拒绝了这一要求 现在看来 扎帕罗夫有俄罗斯的支持 有可能会成为吉国15年来最稳定的总统 欢迎订阅 中文字幕 李宗盛